躺在床上的新冠肺炎患者努力復健 这里是令世界闻之色变的 巴西变种病毒的镇央 亚马逊州首府玛瑙斯 这个人口约200万的城市 医疗体系濒临崩溃 更令人担忧的是 还传出有两名染疫人士 同时感染了两种变种病毒株 两名30多岁患者 在去年11月底确诊之后 出现了肝壳 喉咙痛 头痛等症状 被验出同时感染在 里约热内炉发现的变种变毒 以及该变种变毒的第二个变种 专家忧心有可能会对 目前正在研发的疫苗 产生抗药性 除了新冠病毒突变 引发关注患者面临的后遗症 才是挑战的开始 根据最新研究显示 有约65%的新冠患者 会失去嗅觉和味觉 其中约10%会发展成 嗅觉定性障碍 像是香水就会变成了腐烂味 在全球超过一亿名的 染疫患者当中 恐怕有多达650万人 饱受嗅觉到错所苦 越来越多的康复者 出现了嗅觉到错症状 像是香的就会变得臭的 由于医生也束手无策 无法治疗 也对患者的生活 造成极大困扰 记者五家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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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